腾讯体育8月5日训绝多名体育报消息,尤文图斯新赛季的球衣基本上已经销售一空,而球迷要想等到新的球衣,预计要在9月底或者10月份才能到来。 而这一切,C罗的加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,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尤文图斯的球衣订单是在一年前下发的,他们自然也没有意识到俱乐部会先下C罗,所以还是爱往常来下订单。 但是C罗的粉丝众多,造成了球衣销售工不应求,只相关数据统计。 自从几月十日起,尤文图斯大约已经售出55000件球衣,线上和线下只剩下双家大号XXL和儿童尺码。 不得不说,C罗的到来,扩大了尤文的球迷数量。 据了解,新批次的球衣将在9月底至10月初期间重新上架,因此球迷要想获取新的球衣,不得不等待接近两个月的时间。 当初由文花费1亿欧元来买已经33岁的C罗,这笔交易就是否值得还引发了争论。 现在来算一笔账目,不说其他商业利益,光球营销售这一项,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与趋势,预计到再寂寞,赢了就可以赚取5500万欧元到6500万欧元。 因此C罗对于游文而言,绝对是只赚不赔的买卖,至于在球场上还能否发挥多大功效,至少在刚刚的过去的世界杯上,证明C罗的能量仍然不可过量。 如意大利公寻皮尔洛所说,C罗可以为游文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,尤其是在欧冠赛场,笑气飞安免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